吴妮娜,我们游民桑,大家好,欢迎收看4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主播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,泰鲁阁列车撞工程车导致50死200伤的惨剧 那么5号凌晨3点多左右,工程人员将第5车拉离隧道北口 而卡在第6车厢的大体也在5号的下午移出并且也确认身份了 是在新北宪兵训练中心受训的志愿一下式装剑制 而遗体运出送往花莲殡仪馆修复之后 那么事故发生后的第4天,不幸罹难的死者遗体已经全数移出现场 变形铁轨铺铺上钢板,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具全数进到隧道 要将卡在车厢下方的遗体进行移出 刚用怪手先把那个上面的那个肘把它拉下来之后 后来发现上面还是有被一些重物压住 那我们后来有利用那个我们油压检 然后进行破坏 然后之后再利用那个军道具把上面的那个水锅盖把锯断 泰鲁格号抢修工程第6车车厢下方 重达4.5吨的转向架车门就压在遗体上面 搜救人员选择将转向架用怪手推倒 搭配油压检救出受困民众 而他的身份也被证实 就是家人曾经在网路上发出协讯的21岁装姓宪兵 现在的定位还在那里 所以当时发生状况 第一时间我没有想到说我弟弟也在车子上 我们军方有一些一直协助我们 所以我们是算 已经算蛮快速的找到 对 就是不幸的消息啦 可是就是说现在到底是不是全是我们不知道 救援人员小心翼翼运送装姓宪兵最后遗体 过程耗时20分钟 而搜救进度再跨一大步 现在长达两公里的清水隧道中 只剩下三节车厢在内 预计将从隧道北端进行第六节车厢吊挂作业 而另一头南端同时进行第八节车厢零件移除 加快抢修进度 初步从南口供进来 可能只能够把掉落在这个轨道面的这些零件 零组件把它都放到厂车移开 但是整个整个主体如果要从南口来切除 可能时间会更长 大量人力投入随时修改抢修策略 现在只希望还给民众一条安全的东部干线 记者综合报道